三场小组比赛打的都还是比较轻松 只是第三场最后一场呢 他们先后是3比0战胜中华台北 3比0战胜韩国 最后一场遇到了哈萨克斯坦的冲击 他们输掉了其中的一局 是3比1战胜哈萨克斯坦 依然是兵不血刃 比较轻松的3比0拿下 那么今天他们的对手越南队呢 则是本届亚洲杯赛的一匹大黑马 他们在小组比赛的最后一场 土战五局 3比2战胜了日本 而昨天的四分级决赛 他们面对韩国 韩国呢这次由于金燕井 金沙尼的缺席 整体的实力确实